自我介紹,波叔是三種腦 第一個是港股腦,第二個是廠腦 一輩子都做廠,第三個是土腦 土腦除了養肚之外,還有是土哥橫腦 波叔會帶大家去走這些舊街和橫街紮巷 不要小看橫街紮巷,有很多東西要聽 你走之前,我才告訴你 原來這些樓都有得說 為甚麼呢?這些樓,大家留意一下 有後樓梯的 凡是一有後樓梯,就告訴我們 它是1955年或之前 因為之後,所有樓就不流行後樓梯 就會像十三階和橫節八階一樣 兩邊階的樓梯打通,省一條去 那我們走吧 好 其實道賞團是一件不錯的事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走進社區 看回真正的環境,而去講股市 我想比你開一個PowerPoint 坐在那裡告訴他們 它沒有那個感受 所以我們就用道賞團這件事 去講社區的事 這兩塊牌代表甚麼呢? 就是那邊是紅磡,這邊是土瓜灣 紅磡和土瓜灣的分界一直在變 我們小時候,毛湖街一轉彎就是土瓜灣 我們的概念,紅磡就是城 土瓜灣是鄉下 所以毛湖街一轉彎,鄉下,土瓜灣 那時候一轉彎就是石屋仔 在幫土家做道賞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是很草根的 因為它跟我有這麼好的感覺 它這裡每天下午很多小朋友 來這裡做功課、溫習 它不是扮演一個博物館 它真是一個街坊之家 我幫他們帶來那個道賞 我們一改以前那種 講大歷史、大環境、走很遠 我們只是走這四條街 橫街雜巷 這些街是有一個特點的 可以在這邊上那邊下的 然後我來了 不用怕的 看看可以做個手機 看得到嗎 在這邊下的 這邊的樓梯就等於那邊的後樓梯 我們是否過了旁邊的街 剛才是那條街 這個就是取消了後樓梯的設計 省了皮 不用留一條後樓梯了 二樓、三樓、四樓 波叔就住那個窗口了 現在拆到剩下一個洞窗口了 很多參加的街坊 一來就對自己住的社區知道多些 另一個就覺得不要小看這些樓街雜巷 原來一樣有大事件發生的 自己這裡 不要說自己是小人物 都可能是大人物 其實大道想團的意義就是想街坊 在社區走的時候 找回我們在生活上的一些聚集的地方 成為小媽 具體化給她看 原來你們的每日生活 經過去過的地方 其實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希望這些空間可以得到保留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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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